视频怎么剪才能更流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各位好 欢迎回到麦科技 我是出干货的张晒波 这期视频会把剪辑和拍摄放在一起讲 因为他俩是分不开的 拍摄的时候带着剪辑四围去拍 后期剪辑锦上添花 前期拍的时候你就在给后期挖坑 那么你会得到剪辑师 深深的祝福 什么是视觉焦点 简单来说就是咱们眼睛 看到的这个点 这是韩剧《诸罗之王》的片图 不知道你看完是什么感觉 我看完就感觉太流畅了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对于一个画面 我们的眼睛最先注意的是最中间的部分 第一个镜头最中间的是个人 除了画面中间 第二个吸引眼睛的是运动 这个人把球扔掉是画面里唯一的运动 眼睛很自然地跟着球 下降到画面下半部分 就是教室的柜子 然后柜子叠画到照片上的字 虽说咱也看不懂 眼睛会直接在画面里寻找中文 看完中文再回到画面中间 这里先不考虑这一点 看完字以后 眼睛会自然地被照片上的人脸吸引 人脸是次于画面中间和运动的第四个 吸引眼睛的因素 即使人脸是模糊的 那第三个是啥呢 待会咱们再说 这里一个翻页的效果 位于人脸上的视觉焦点消失 这时候眼睛会失焦3到5帧 然后视觉焦点又会回到画面中间 寻找下一个注意点 因为只有相册那里有运动 眼睛会迅速从画面中间移到相册那里 这个过程很快 快到我们平时根本不会留意 接下来这个画面 视觉焦点转移到左上方 类似人脸的不规则图案上 图案是次于人脸的第五个吸引眼睛的因素 尤其是不规则图案 大脑会强迫症一样的把它捋出头绪 然后眼睛跟着人的轮廓左移 接近画面边缘的时候 眼睛又会回到画面中间 寻找下个注意点 哎 右下角有运动 视觉焦点从中间移到右下角 然后形状转场 视觉焦点跟着右边的车右移 快出画的时候 视觉焦点转移到左边入画的面包车 因为面包车的运动速度比轿车快 面包车注意哪里呢 这里就要涉及吸引眼睛的第三个因素 对比 明暗对比和色调对比 眼睛会优先被亮的地方吸引 就是车灯的位置 车灯和下半部分的车重合 然后镜头上移 车接近画框的时候 视觉焦点回到画面中间 接下来一直在画面中间 直到片面出现 中并且用Item 沃尔特莫西说 剪辑师就是魔术师 流畅剪辑的技巧就是操纵观众的眼睛 让你看左边你就不能看右边 只不过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自己被操控而已 前院分析的片头更多使用的是有技巧的转场 像叠画遮罩等等 那么硬切的时候如何引导视觉焦点呢 单个镜头内引导视觉焦点转移 常见的比如一个段落开始使用中心构图 迅速抓住观众的视觉焦点 使用运动引导观众的视觉焦点 使用灯光引导观众的视觉焦点 使用移焦镜头操控观众的视觉焦点 根据视线左右或者前后调度观众的视觉焦点等等 前后镜头视觉焦点位置保持一致 为什么要移致呢 试想一下上个镜头主体在这个位置左上方 下个镜头则变成右下方 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 眼睛就要经过两步 长时间这样眼睛会很累 前后镜头视觉焦点保持一致很常见 值得一提的是 有的电影对话双方在屏幕的位置保持一致 看起来更流畅 前后镜头主体一致视觉焦点可能不一致 比如急速车网里 前后镜头的主体都是差里 但是它在画面里的位置不太一致 依然很流畅 因为前后镜头的主体一致 观众移动视线的路径不太长 很容易转换视觉焦点 前后镜头视觉焦点不一致 但是通过视线或者道具的引导来调度观众的眼睛 常见的比如对话系 一左一右安排对话双方 通过视线来引导观众的视觉焦点 或者像前面片头里 用道具来衔接上下镜头的视觉焦点转移 OK这期视频就分享这么多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咱们下期视频见